我们是忍者 骂黑 学员养的好朋友 锦岳寺的和尚头上长出了一个包 是长出了一些海带 请定位 不是海带 那是一个包 我再不说小屁话了 这才对 山台先生 请继续上课 事情是这样的 和尚在念经的时候 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人命案件 可是 好疼 和尚必须好好躺下休息 所以平日里对金月寺和尚的照顾 就要我们忍输学员来承担了 今年就决定 金月寺大扫出的义务老 就交给一年级来完成 山田老师 为什么必须是我们这个班级去呢 因为你们这个班有打扫 为生的高手童丸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童丸确实是个高手 如果你不供钱的话 他是个高手 老师 这样办好了 童丸 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义务劳动量的活动改为有偿服务 好了 我和图景老师也一起去 现在出发 到了 听说你受了很重的伤 现在已经能起来了 真是再好不过了 不值一提 小识一桩 小识一桩啊 是这样 我们想来看望和尚 顺便打扫一下寺院的卫生 你好 看来你恢复的挺好的 完全康复了 老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不 不容易来义务劳动 可是现在 战天老师 如果我们打扰了寺院的话 那就不太好了 我们回去吧 请等等 好不容易来了 就请打扫一下吧 不不不 那个的话 那 不敬老师 到底怎么办呢 是打扫厨呢 还是回家呢 请你说清楚 依着云着物账 也太厉害了 新兵卫 话让你这么一说 可俏皮多了 是吗 俏皮 别扫拼嘴 那么就算我们搞一次庆祝和尚康复活动 大草仲 大草仲 白石 啊 这尊佛像 我怎么越看越像咱们的新兵卫呢 是吗 有那么像吗 这样一下 再这样一下 张婉 你在像什么呢 把新兵卫做成佛像 他知道或许是一种赚钱的方法的 为什么他知道了呢 瞧瞧 再给眼睛抓上小钱 真的 喂 乱太郎 新兵卫 童丸 你们这是在认真地搞卫生吗 快快快快 谢谢 擦地板和擦柱子就告一段落了 请到大堂的这边来 和尚要请我们大家吃烤红薯了 来啦 你们大家吃的文明一点好不好 是啊 这样吃会把肚子撑坏的 这不挺好吗 段太郎 童丸 你们大家要吃多少才住嘴呢 你们注意到没有 怎么没有见新兵卫的影子 你说新兵卫 他在后面 他是不是吃的太多了 不会 肯定是烤红薯卡在喉咙里边了 怎么回事 乱太郎 童丸 赶快把他抬到顶边 给他喂水喝 好难受 你不要紧包 怎么了 那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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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打扫干净 可是 我们要教训一下这些小偷 有什么好主意 我们来个变相术 把新秘位变成佛像 偷神像的嘴 神像怎么说话 我 我是 不是我 要说本人 本人是神祖 是 为什么你们要偷盗佛像 既然让我们吧 快回答我的问题 新秘位太棒了 就这样 新秘位太棒了 就这样干 就这样 你们啊什么 快 快讲出原因哪 快呀 哥哥 我来回答您吧 是这样的 我们的妈妈她病了 这种感冒 如果拜一拜金月色的佛祖病一下子就会好了 我想拜佛统 我想拜佛统 这就是偷神像的原因 偷走神像就是为了使患感冒的妈妈康复啊 真是如此 我们是想暂时借用一下佛像让妈妈拜一下 如果妈妈的病好了的话我们马上就送回来 请无论如何放过我们吧 求求你们 乱太郎 童晚 怎么办呢 是啊 这到底怎么办 嗯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想的 救人要紧呢 是和尚 或许我说的太过分了 让新秘位代替佛像真身 让他们的妈妈参拜一下 童晚 乱太郎 也请你们一起去好吗 趁你们几个人不在的时候 我们赶快把卫生搞好